雖然三雙百貨是吹息燈號 不過三雙行旗下的美聯社 卻悄悄成為集團的經濟母 美聯社是社區的小型超市 主打的是自由品牌的商品 而且走的是低價路線 未來三雙行會全力發展美聯社 目標是三年要展店一千家 這在附近阿嬤拿著空瓶來推換 小時候只出現在干嘛店的服務 真的好久不見 都在這邊買了啊 都在這邊買哦 對啊對啊 覺得他們家有比較便宜嗎 跟別的超市比 有有有有 超市人員補貨裡頭不少商品 都是自由品牌 打著低價口號 不論巧克力餅乾還是飲料 都比一般市價便宜 講求方便大包批發米 店員自行分裝成小家庭size賣 三雙百貨吹息燈號 取而代之的是三雙行旗下經濟母 走社區小型超市的美聯社 過去超市賣的 很大部分都是食品 可以看到有餅乾 甚至還有魷魚絲 但現在美聯社要轉行了 轉一個彎可以看到有很大一區 幾乎全部都是日常用品吃 過去超市裡食品類幾乎佔了八成 現在要提高日用品比例 讓商品類型更多元 今年底前三雙行全力衝刺 美聯社預計到年底要展電350家 三年內要達千家目標 記憶模式也從現在的50坪 擴大到200坪形態 甚至蓋起物流中心 要打造全方位的親民超市 在美聯社裡面我們所賣的東西 大概有80%以上都是屬於 柴米油鹽醬吐茶 是屬於吃的東西 那我們發現實際上在這一塊來講 它是符合消費者需求 結合三雙百貨一部分成功的軌跡 然後再加上美聯社的優勢 所以我們在整個商品的結構上面 會做一個調整 目前台灣幾大量販型抽市比比 美聯社不賣蔬菜水果 今年前三季獲利5000萬元 全聯福利中心主要是量販買賣形態 年營收高達621台幣 丁號大股東是港商商品多元 目前全台分店已經超過了300家 隨著生活形態改變 方便深入社區經營 成了未來的市場主流